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老醋花生米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400克花生米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,把它们淘洗干净 接着我们把花生米淘洗干净后放入锅中 先加入一个大料和少许花椒 再加入几片生姜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能没过花生米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再加入一勺盐调味 然后盖上盖子 先用大火煮开后转中火 再继续煮10分钟左右 花生米煮好后 我们把它倒入一个干净的小碗里面 先加入少许辣椒段 再加入几颗冰糖提鲜 然后再加入少许生抽 最后我们再加入适量的陈醋 再用筷子把它们稍微翻拌几下 最后我们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浸泡一晚上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老醋花生米 吃起来非常的酸甜爽口 既下酒又下饭 大人孩子都爱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啊 谢谢您的适量